大家好,我是李云飞,一位酒精商场的创业老司机,关注我,每天分享一点财富干货,让你的人生少走弯路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个话题,那就是我们穷人想要发财,迎来人生的利息,就要改变我们的认知,转变我们的思维,放大我们的格局 我们先来听一个关于犹太商人借机圣诞的故事 那听完以后,我们再来聊,我们穷人想要学会借力,我们要在哪些思维上做到改变 才能够迎来我们人生的利息,那思维决定一切,思想不改变,命运永远都不会改变 我们一起来听听,说有一个犹太商人看中了日本的一个小岛,想开发出来做度假村 但是在度假村建成以后,很少有游客前来度假 那他的朋友就建议他,在度假村的周围,种上树木来绿化环境,吸引游客 这虽然是一个好办法,但是满山荒凉,种树谈何容易 后来这个犹太商人就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让游客自己来种树 他向外界称,游客可以在这座岛上自己种植纪念树 可以是结婚纪念,也可以是家庭纪念 那很多游客在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都纷纷前来种树留恋 那一年的时间,山上就种满了树 那犹太商人是一分钱的利都没有出 还要向游客收取300日元一棵树苗的费用 光树苗这项的收入就给他带来了大约600万日元的利润 故事虽短,但是却能够反映出犹太商人的智慧之处 那就是懂得借利,借他人之利是事半功倍 而我们大多数人只会满干,借一己之利是事倍功半 有人会说,这只是一个故事而已 听一听也就算了,实际当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也有人会说,为什么犹太商人会这么敢想敢为呢? 而轮到我们自己的时候,却总也想不出好办法 是困难重重 自己到底比别人又差在哪里呢? 这就是不同的人在对待同一件事情上所持有不同的想法 而正是这种不同的想法才决定了人和人之间的不同之处 那想要学会借利,最终的核心点 就是要在观念上和行动上加以改变和突破 那单纯的靠卖体力,流汗水是很难赚到大钱的 那对于在观念和行动上的改变 我们想用以下这连点来加以说明 第一,借钱的利,观念上的改变 弄懂资产和负债的区别 在生活当中,我们很多人会颠倒黑白 把负债也当做是资产 比如,银行的人员甚至会告诉我们 把不断贬值的汽车也当做是资产 那于是呢,我们就毫无顾忌的去贷款买车 结果车子是越开越贬值 最后不值钱卖掉了 我们的资产不见了 而贷款买车的钱,我们还要还给银行 那结果就变成了自己的负债 再比如,富人从银行把钱借出来 用钱去赚钱 这个借来的负债就变成了他自己的资产 那结果是越借越富有 而我们穷人大部分都是借钱出来消费 出来透支,出来享受 那这个钱自然也就变成了我们的负债 欠债不说,还要还利息 结果就越借越穷 那简单的一句话 那就是你想变富有 只需要在医生当中不断的买入资产也就行了 那如果你想变穷 只需要不断的买入负债也就行了 但是呢,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大部分人都搞反了 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用工资来买衣服 买汽车,买经营首饰等消费品 而他们都是负债 只会把钱从我们的口袋当中不断的取走 那结果只会是越买越穷 而富人他们只会买股票 买债券,买房地产,买知识产权 让自己口袋里的资产不断的去增值 那结果他们就会越买越富有 所以呢,我们想要学会借力 首先第一点就要搞懂什么是资产 什么又是负债,那这样我们才好去借力 第二,借人的力 行为上的改变,改变他人不如改变自己 那俗话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只有自己准备好,我们才能够借到东风 那不然东风来了,我们也无济于事 再者说,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我们不准备好,机会他一般也不会来 所以我们在没有借到力,不会借力之前 我们就要先懂得改变自己 沉淀自己,修行自己 而不是指望别人来帮助自己 那这个社会永远都是锦上天花 没有雪中送炭 想让自己借到更多的他人之力 那只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加的优秀 更加的强大,别人才会心甘情愿的让我们去借力 那不然别人靠都不会让我们去靠一下 所以呢,想学会借力的第二点 就是学会借他人的力 在借他人之力之前 我们先要在行为上改变自己 先要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强大 我们永远都要知道 只有祝好潮,我们才能够引来凤 我们想要学会犹太人借力的智慧 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先学会改变自己的观念 学会借钱的力 把自己的负债慢慢的变成自己的资产 然后再在行为上去改变自己 沉淀自己 学会去借人的力 把自己变得是强者更强 那通过犹太人借机圣诞的故事 我们又能领悟出什么样的道理呢 那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那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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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见